中间中间 在海门看一下前面小花也是哦 小区很专业小区都业 儿福联盟超过十年持续为偏乡弱势家庭 募集过年红包与年菜 但今年的过年特别早 再加上疫情与通膨双重压力 儿蒙担心募集状况不如预期 特别邀请郭雪福担任爱心大使 带领高雄偏乡孩子一起做年菜 也呼吁社会大众一起协助募集年菜与红包 传爱到偏乡 就是有捐款五百块的部分 帮助洛适儿童拥有红包 还有听说他的开学用品 那捐款三千的部分呢 可以帮助洛适家庭有鱼有肉 过个好的年夜饭 还有一个就是捐款三千五的部分 帮助洛适孩子有红包年菜 欢喜过好年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帮助他们 那我觉得社会公益最需要的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点点的爱心支持 所以我觉得我希望可以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这个计划 众志成成不要觉得我们的力量很微小 对可是大家一起聚集起来的话 那力量就是很大 而且我觉得他们可以获得到非常大的帮助 中国信托慈善基金会发起的第38届点燃生命之火爱心募款活动 每年资助偏乡孩童 从2009年起展开偏乡学童关怀方案的二福联盟 也是长期受赠单位之一 双方共同进行调查也发现 有三成二以上的偏乡孩子 没有办法和父母一起过年 因此希望燃起大众的热情与爱心 一起来关怀偏乡孩童 福联盟大概开办了偏乡服务在14年了 那跟中国信托点燃生命之火合作也进入了第13年 那每一年我们大概服务2000多个孩子 400所的国小 那我们希望是尤其在过年的期间 除了平常的资助以外 会特别为每个孩子准备红包跟年菜 也希望他们可以过一个好年 那往年我们知道说偏乡的孩子 都是缺乏父母的陪伴 常常有很多隔代教养的问题 那我们也进一步问了孩子 大概会有32%的孩子会提到说 今年其实过年不一定可以跟爸爸妈妈团圆 但无论如何 我们都希望孩子能有个过年的气氛 所以今年虽然过年很早 但是我们也希望在12月赶紧 就是开启这样的木款 然后在过年期间 可以准时的把红包跟年菜 都送到每一个孩子的家里 典安生命述我相信大家也不太陌生 然后每年我们都会在这边一起去一堂 那1985年开始到现在已经38届了 那每一年我们就跟透过儿福联盟的 偏乡小学的儿童辅导计划 还有中国兴托的台湾梦 就社区儿少关怀 以及我们的爱接棒 针对偏乡的放球学校的孩子做支柱 然后我们汇集所有社会上面放好的得力量 把这一些的资源送到有需要的孩子们的身上 那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们走访了天乡 然后关照这些孩子 其实我们也都看到这些小朋友们 大部分都来自于隔代教养 或者是爸爸妈妈长期在外工作 所以这些小朋友啊 除了常常吃的还蛮匮乏的之外 其实他们几乎也没有什么机会 可以一家同聚一起吃饭共餐 孩子的心念其实还蛮小的 我们常常看到孩子们就说 我希望可以常常看到我的爸爸妈妈 我希望他们可以常常回家 就是哪怕只有一顿年月半的团聚都好 所以就像阿官讲的 清明的过年真的特别早 所以这次我们特别在12月份的这一个时间点 跟大家忽略 当这些孩子和家庭们 募集一顿丰盛的年菜 给孩子们一个小的红包 我们虽然没有办法 立即改变他们家庭的经济状况 可是让他们感受到 有社会上面有一股爱的力量 和温暖在支撑了他们 他们就有机会有信心有力量可以往前走 其实这一段期间都可以捐款到尔夫联盟 或者是中国信用都可以 因为我们都会统一把这个一定的款项 汇到尔夫联盟来这样子 那除了年菜红包 当然我们会持续的服务这些偏乡的国小 因为平常开学的部分学费 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寒暑假的 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就是餐食的补贴 然后让孩子在整年度都会受到照顾 而福联盟与中信慈善基金会指出 只要500元就能让孩子获得一个小红包 或捐款3000元就能认购一个偏乡家庭的年夜饭 邀请大家送爱到偏乡 陪伴孩子迎接温暖的新年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